这新车心情也不错 想出去溜一圈 然后在这个因为那天晚上 天也比较炎热 然后就想开空调 可是突然就发现 这个操作台依然是不亮 以前是不亮的 后来经过拍打维修 它把这个凳给搞亮了 买了一个新车 然后分分秒秒当中 然后两处故障点 这么大的品牌 我就觉得我自己真的是接触不了 师傅通过拍拍维修法 然后让我的车内灯湿 然后亮了 拍了拍不断的拍 把电瓶电 然后插上关掉 插上关掉 拍了反复拍了很多次 突然后车灯亮了 当时买这个奥迪这个车的话 主要是看中了它的智能 因为它这一款的车的卖点 也就是在它的这个智能性上 它不仅仅它是一块显示屏 主要是它是一个操控台这一块 操控着这个车的整个的系统 通讯有故障 就是没有通讯点这块 所以导致它黑屏这块 但是具体的什么问题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这块拆解 才能确定这块 他说继续拆解 一直拆解开 拆到哪是个头啊 我一辆新车 让你这样抛长开肚的 然后来拆 最后我这个车我还敢开吗 关键是你接受不了 你关键是 你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首先我们第一步是进行拆解 根据拆解的依据的标准 然后我们会把情况返回厂家 急急帮这个客户去申请 如果够标准了 我们按照标准去执行 如果不够标准 我们是尽量给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给客户维修好